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任嘉伦资讯 任嘉伦再度挑大梁 家偶天城火热开拍 写手王贺润谱写另类情缘 任嘉伦 这位凭借深情款款的古装剧形象 俘获无数观众的国产剧男神 无疑已经成了剧迷心中的收视保证 从锦衣之下中与谭松韵的甜念恋情 到与白鹿合作的一生一世 和周生如故引爆的时空爱恋 再到最近收官的流水条条中 与李兰迪上演的绝美情商 任嘉伦的作品几乎步步成爆款 然而去年的婚内 出轨风波一度让他人气暴跌 幸运的是 在流水条条的加持下 他的演技再次被观众认可 人气快速回升 如今 他与新生代人气女星王贺润 共同出演的古装新剧《家偶天城》 已进入拍摄阶段 不仅搭档阵容引发热议 剧中肖顺瑶等人更是吸睛无数 一时间让观众对任嘉伦的表现 倍感期待 任嘉伦王贺润首搭档 全是战鬼与修仙者的虐恋情深 《家偶天城》改编自作家 《十四郎》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个战鬼与修仙者 携手杜劫的奇幻爱情故事 在剧中 任嘉伦饰演的陆千桥 是一个出生便背负五不全诅咒的战鬼 唯有精力换皮 换肉 换血 换骨 换心等一系列重生过程 才能得以成为真正的人类 而王贺润饰演的心梅 则是一位修仙者 身世坎坷却也意志坚定 两人之间充满了宿命的羁绊 陆千桥为摆脱战鬼身份 找上心梅并企图通过婚姻契约突破诅咒 而心梅起初以为陆千桥是个死球 两人之间既有误会也有牺牲 随着旅程的深入 彼此情感也逐渐升温 在这部剧中 任嘉伦与王贺润的角色 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层次和心理成长 他们一起面对艰难险阻 逐步揭开战鬼一族的秘密 而王贺润的角色在这过程中 也实现了修仙境界的突破 两人之间跨越身份的爱恋 宿命般的纠葛 让人联想到过去任嘉伦饰演的那些 充满张力的角色 也不禁让人对这对全新CP的化学反应倍感好奇 肖顺瑶黑衣侠造型曝光 与任嘉伦上演 颜值对决 在这次的家偶天成中 任嘉伦与实力演员肖顺瑶同台标系 也是一大看点 肖顺瑶在莲花楼中凭借饰演 金渊萌萌主题飞升而圈粉无数 其角色从男主速递到伙伴的转变 让他展现了细腻的演技和独特的侠义风采 此次在《家偶天成》中 肖顺瑶的黑衣造型一经曝光就引发了热烈讨论 只见他一身黑衣 长发披肩 额前两缕刘海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头顶的小技插有银质发簪 神情间透出淡淡的沧桑感 相比之下 人家伦目前的造型较为传统 几套造型和之前的古装 具流水条条风格相似 披散的长发和稍显厚重的妆容 让他看上去略显疲惫 也因此有网友调侃其造型偏老气 两人造型对比之下 肖顺瑶的少年感与狭义气质似乎更为突出 许多网友直言肖顺瑶的造型完胜 更有不少网友表示期待肖顺瑶在《家偶天成》中的表现 甚至担心他会在剧中抢走男主风头 王赫润爆款体质或青睐 是否助工人嘉伦在登巅峰 王赫润作为近年来展露头角的新生戴女星 因在《莲花楼》知否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等热播剧中的亮眼表现 积累了不俗的人气 他的角色往往富有层次感 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并未达到顶流地位 但其爆款体质已经展现出不小的市场号召力 因此这次与人家伦搭档 也让粉丝们对《家偶天成》的热度充满信心 不过关于两人的搭配 最初有不少网友质疑人家伦是否降档演出 认为王赫润的人气难以与其匹敌 但从剧集的剧情设置和角色张力来看 王赫润对于这个角色的诠释 或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同时王赫润的表现 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剧的后续热度及传播度 他能否在剧情和情感层次上为角色注入更多灵魂 从而带动整部剧的口碑 还需观众拭目以待 从《婚内风波》到新剧翻红 人家伦能否借家偶天成再造巅峰 过去一年 对于人家伦来说并不轻松 尽管他的作品热度依然居高不下 但因个人生活问题被传婚内出轨的传闻 曾让他的人气一度受到严重影响 不过他通过出色的演技和接连高质量的作品 逐渐恢复了口碑 特别是在《流水迢迢》播出后 不仅成功甩开了流言蜚语 更是赢得了中国官媒的盛赞 展现了非凡的抗压和翻盘能力 此次家偶天成对于人家伦来说 无疑是一场新的考验 虽有肖顺瑶 王赫润等高人气演员的助力 但如果他无法在剧情上取得突破 便可能被抢走风头 毕竟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古装剧市场中 仅仅依靠流量已无法长久 观众对角色和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 能否演出角色的层次感 呈现新鲜感将直接决定剧集的成败 剧情设定与宿命爱情 诅咒之下的逆天改命 是否会赢得观众青睐 作为一部根据热门小说改编的剧集 家偶天成的剧情设置 充满了独特的奇幻色彩 人家伦饰演的陆千桥需要通过不断的重生和魔力 来摆脱战鬼的宿命 这种充满象征意义的换皮换骨剧情 似乎直指人性的蜕变 也暗示了人物在磨难中的成长与蜕变 而这种宿命中的爱情设定 一直以来都是观众钟爱的桥段 陆千桥和心梅之间的羁绊 不仅是爱情的描写 更有关于人性与命运的思考 此外 陆千桥身上的战鬼诅咒 也让观众对后续剧情充满期待 战鬼族究竟背负怎样的秘密 如何将这一段爱情刻画的饱满感人 都是决定该剧是否能成为爆款的重要因素 人家伦的再度挑战 能否迎来新一轮巅峰 如今 国产古装剧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越来越多演员和制作团队投入其中 使得观众对于剧情 造型 演技的要求也在提升 对于人家伦而言 家偶天成不仅是一个新的尝试 更是一个背水一战 无论是肖顺瑶的抢演造型 还是王赫润的潜力表现 这部剧无疑为人家伦提供了一个再度翻红的契机 在经历风波后 人家伦能否通过扎实的演技和全新的角色形象 带领观众一同经历这场跨越宿命的爱情之旅 家偶天成的上映时间虽未定 但无疑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期待 属于人家伦的传奇故事 能在这部剧中再度被书写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人家伦的新闻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